Leo聊世紀 電影那麼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伯根地人對上不利電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黃芳選者的文明是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研發經濟科技的文明 在黑暗時代時就可以研發一技能文一技木 伯根地人後期遊俠的升級也是相當便宜的 只要半價就可以升級遊俠 那城堡時代時候可以升級重裝騎士 伯根地人的打法比較適合打步騎作戰 步兵加上騎兵做一個主流 他的工兵性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強奴 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他的火槍跟火炮還有額外增上效果 其實打火槍跟火炮會更適合 伯根地人他的後期還可以點下伯根地葡桃園 可以在農替裡面找到黃金 讓這個黃金一直慢慢往上增加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是不列顛人 不列顛人一開始的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吃綿氧速度 非常快速 那他這個能力呢 讓他前期可以快速轉持18匹肉馬 或是裝甲塔的進攻 都是蠻不錯的選擇 那不列顛的打法呢 算是比較偏工兵跟步兵的打法 雖然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他的騎兵呢 沒有這個品種 也沒有遊俠 那騎士的部分也是稍微堪用 通常都是出這個輕騎兵 去騷擾對手的村民回居多 當作輔助 那不列顛人呢 他的承認中心 造假也是半價的 所以3TC 開農 對於不列顛人來說也是問題不大的 那工兵的部分呢 則是有知名的常工兵 射程非常的遠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目前看到地圖的部分 是不列顛的黃金在左邊 果汁在上方 那右邊的部分 也有附金 還可以 這個附金的位置 在前方就比較慘了 那中間這個位置 要圍好也是不太好圍 那還是要全力圍一下 那總體看起來還算是OK的 大概五六十分 因為有三篇墓區 還算可以 而且要圍的話 雖然要圍大了一點 但是至少後面還快進 可以當作輔助 那我們來看一下伯格地人 伯格地人 正面的一個黃金在後方 那上方有附金 左上角也有附金 那他的墓區的部分 分布是在前方 跟下方跟後方的位置 也是有三篇墓區的部分 那正面圍大部分 可能要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稍微小圍一下 可能就是會更省支援一點 原來這個上面 基本上是超級空曠大的草原 這麼大的區域 要圍起來其實不太容易 那這部分看起來 伯格地人大概是五六十分 雖然沒有到非常合格 但至少他的黃金 還在後方的位置 沒有到前方被壓制住 石頭的部分也是 好 那目前看到兩邊都已經點下了封箭式袋 那不利電這邊打一個超級極限的 十七匹 點封箭 然後轉的步兵開局 那這也是比較適合不利電的開局方式 三隻步兵往前 然後轉裝甲 命養吃得很快 這個肉類或許速度非常快速 極限轉裝甲應該是沒問題 那或許再繼續轉弓兵也OK 好 馬上補一個射箭場 沒錯 然後裝甲步兵馬上研發 哇 這個不列典 升級真的很標準 十七匹 極限三棒棒開局 轉裝甲 這個打法真的是很適合不列典 以前只要看到不列典 都要很小心他這種配置打法 算是蠻頂尖的一個 升級流程 跟出兵的打法 那來看一下三隻裝甲的效果如何 好 直接開始打起了木牆 木牆這邊血量掉的很快 但是一隻村民喔 基本上可以修得回來 問題不大 好 這邊決定放棄打 伐木村 伐木的村民 好 但是對方伯恩帝人 已經把自己的毛病給轉出來 那在這個時間點裡喔 他是沒有辦法去補下 弓兵的 當然要補弓兵也可以喔 但就是要小心喔 可能沒有辦法點下一級射 那伯恩帝人這邊要趕快補下一個兵工廠 但是他並沒有馬上補喔 而是先撒下了一些農田喔 先把木頭轉成農田 然後待會再去轉兵工廠的打法 那伯恩帝人遇到這種情況喔 轉出弓兵來遇到毛病 其實會有點尷尬喔 雖然弓兵可以直接走到墓區喔 是他的目標 走到這個墓區的話 就可以打到對方村民喔 那這裡沒有起劍塔 只想用毛病反擊回去 這裡伯恩帝人要趕快第一次用毛病 直接硬上 然後吃掉了一隻弓兵 OK 那伯恩帝人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這裡使用強軍是前壓對手 讓伯恩帝人在家裡只能被迫暫時發展 不能沒有辦法去燒對手 好 工兵在上面巡邏一下 好 這時候伯恩帝人也可以考慮轉一些馬舊 去轉弱馬 好 裝甲物兵直接上前砍 砍到了一些毛病的血量 後方的槍兵收掉 工兵繼續被壓制 但是裝甲步兵沒有單位可以擋得住 直接前壓也不管了後方的裝甲步兵 把這邊工兵全部收掉 是伯恩帝這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目前看到已經點下一級射的伯恩帝人 有一級射打對方的工兵喔 稍微能壓制回去 但這邊木頭已經挖穿了 反而圍一下 把這裡都圍好 稍微拉打一下 把自己經濟再控好一點 那資源量來說 500多肉已經很多了 所以快要準備點城堡石袋了 好 正面的部分 自己損失了一些毛病 裝甲步兵輸出還是很痛 好 裝甲步兵補到了第四隻 又繼續往前補 哇 投資這麼多裝甲步兵 其實蠻... 蠻少見的 但伯恩帝人這邊是單射箭場 直接出毛病 把對方給壓制回去 但裝甲步兵又再過來 好 這時候伯恩帝人 可以準備點一下城堡時代 好 盆地點下了一擊的工兵鎧甲 當工兵反制回去也就不會這麼痛了 好 貼近射擊 一發一隻工兵 打得還不錯 這一波交換 不列典損失了大部分的工兵單位了 裝甲步兵在後面砍得很爽 但是都把這個毛病砍到殘血了 而且現在這邊拉打也沒問題 可以剩下一隻 收掉所有的裝甲步兵了 好 先點一下城堡時代的是不列典 不列典這邊已經升級了一分半左右 時間差距大約快一分鐘 好 那不列典也轉出了一些馬舅 待會也可以考慮直接轉一些騎士 開始潛壓 騎士加工兵的潛壓 是不列典初期 城堡時代初期的一個很強大的打法 在城堡時代他的工兵就有射程優勢 騎士又可以有效對抗對方的毛兵 這邊就升為奴兵了 二級色還沒有補 有點缺肉 因為他把肉拿去給騎士用 二級色點不下去有點尷尬 這邊也轉出了騎士出來 博文殿轉出馬 反制對方的工兵或者是騎士都OK 那看這邊要不要補一個修道院 去招搶不列典的騎士 或是手加減生物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用工兵稍微拉打一下 二級色的動物點好 八隻工兵 對方是兩隻騎士 配上毛兵 博文殿這邊第一時間點一下二級的馬卡 騎士的數量是用單馬就 帶出騎士的 慢慢出 這邊是選擇要開TC 而不是下修道院 TC先開他去之後 鎖住一下這邊的村民 好那這邊鎖住一些農田 讓不列典也是稍微小賺一點點 直接射掉新的農田也很賺 直接賺60目 工兵的射程優勢非常強大 八射程對上六射程的毛兵 一定要多走兩步 才能射到後方的奴兵 好但是不列典沒有彈道學 現在設置點外 但他這邊的重點不是要進攻 而是要用這些兵去騷擾對手 然後自己先開弄 那有機會的話 就是他會反擊一下對方的騎兵 跟這個毛兵的部分 那目前看起來博文殿的想法 是沒有打算要生戰毛兵的 而是直接要來生這個騎士 好把這個騎士全部升上去 二攻二防 全部升完 直接包抄掉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再補個馬舟 補在下面 這樣量產騎士速度快一點 就不用把這個肉 投資在這個戰毛兵的升級上 雖然他已經投資了二級射 所以有點小小的可惜 那以伯根蒂這個文明來說的話 投資騎士 短縱裝騎士 去直接解騎士 是更有意義一點的 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畢竟縱裝騎士 攻擊力多2 很痛的傷害 然後現在有二級馬卡 升完重裝騎士之後 基本上就是二攻二防騎士 然後含品種 跟一般城堡時代的騎士比起來 好 伯根蒂正邊的村民術 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但是差距來算是 不列典61村 打上53村的伯根蒂的村民 村民差距為8村而已 差距不多 但看起來 不列典的經濟還算是不錯的 那這些騎士正在等變身 變身完之後 可能就要開始直接一波包掉他 好 但不列典後面也是補下了一些騎士 當肉盾 OK 重裝騎士已經升級好 12加0的傷害 血量120滴血 正面要怎麼包抄呢 好 直接往後包 數量是9隻騎士 但不列典有6隻騎士 後面有非常多的弓兵 18隻 18隻的弓兵傷害非常的高 所以要趕快優先先包了一些弓兵起來 打掉弓兵數量 才是重點 這一波弓兵包夾其實打得還不錯 但是不列典上方的重裝騎士團 已經被不列典的騎士給壓制回去 這一坨的弓兵最後還有12隻 損失的數量並不是非常誇張 反正是伯恩帝這邊的騎士數量 明顯的變得很少 只剩下5隻而已 本來是要補個修道院吧 沒有修道院的話有點難打 但有修道院的話 要特別小心對方的弓兵 好 這邊決定不打正面 直接把騎士往外派 要去騷擾後面來支援的 不列典單位 這個老頭能夠活下來嗎 欸 看到老頭 抓一下 兩刀死一隻 OK 拉了一些老頭到前方 想要補血 好 找到了 再一下 哎呀 差一點就著想到了 好 伯列典這時候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村民上來說 伯列典的優勢越來越大了 61吋 對上伯列典79吋 村民差距18吋 3TC開農 繼續前壓 好 這邊開始要來挖石頭 這個老頭能遭翔到沒有問題 遭到一隻滿血的騎士 基本上是滿血 好 這邊開始燒了下方的村民 後方可以 這裡可以再考慮開一個城鎮中心 就是後方自己這個位置 但是這邊開馬舊樓 可能就不太好了 這裡開城鎮中心很賺喔 你可以直接挖石頭 還不用再多付這個伐木場的費用 所以伯列典這邊有個細節沒有做好 就是第三個TC的位置喔 並沒有開到正確的位置 好 下方這邊直接被入侵進來 農田的村民又要失業了 快跑 重裝騎士過來 主基因的部分 要被控了嗎 哇 這邊直接滑鼠連點 村民直接 全部沒工作了 尷尬了 戰毛兵也是 這一波操作讓伯閣地人 顯得有點慌亂 這邊總共有15隻的重裝騎士 但是有幾隻騎士在那邊亂跑 沒有第一時間攻擊 在後方的奴兵 奴兵還是在繼續走A當中 但是這邊重裝騎士雖然實在太高 這邊騎士全垮之後 就沒有人幫這些工兵 坦住傷害 全部被殲滅掉了 伯閣地人這一波 雖然看起來是大獲全勝喔 但以村民術來說是不列電腦 目前經濟上的非常巨大的優勢喔 說明差距已經來到了30村了 第三個TC開在上方的位置 現在普列電是4TC開農了 經濟5TC喔 經濟真的是玩到一個最好 那如果第一波被打輸了 然後對方又有這麼多騎士的情況下 還要再繼續爆出工兵喔 還有這個槍兵 或是老頭要多一點 都是重點 好 工兵第一次先往後拉老頭出來 直接被包掉 有點可惜 兩隻老頭瞬間被擊殺 這13隻的重裝騎士 一定要做到一些事情喔 不然會不太划算 OK 直接進去先抓一些村民 這裡要趕快 繽紛山路會比較好 一個往右一個往上啊 一個往左 趕快到處跑來跑去喔 讓普列電 渾身乏術喔 才是重點 這一波他全部都空在一起 想要爆船 這樣騷擾效率就很差 怎麼辦 這裡這一波讓普列電有點小賺喔 他沒有繽紛山路啊 哎呀 他太害怕把這些重裝騎士送掉了 不是啊 你派這些兵過來就是要送掉的 你沒有殺到幾隻村民 你就是很虧啊 人家就一直收村 你就沒有辦法打到任何東西 你不如就讓他三個地方都收村也好啊 反正讓這個成人中心 設這個重裝騎士 也是設很慢的 當然這個普根地人 想法有點微妙 既然沒有要送重裝騎士 那這坨騎兵就回家吧 回家補個血了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這血量太慘了 喔 騎士會被射掉嗎 趕快跑 補下了一攻 這個血量剩下600多滴而已 這時候要回頭打 你要確定耶 這個騎士 怎麼有點盾爹 他是不是按右鍵攻擊 可能是 而且沒有點跑速 直接被拉打 哇 這個伯克地人 玩得讓我有點頭痛啊 這個操作有點卡卡了 好 十二隻弓兵往前 但是沒有控好 這一個可以包掉喔 這波換不列電的操作失誤 送掉前方的所有的弓兵了 上方的城堡應該可以蓋得起來 好 這裡終於兵分兩路了 可以抓到一些 村民 伯克地人最後還是用這些重裝騎士喔 擊殺到一些村民 不然完全沒有殺到太可惜了 好 升到帝王實在的部分 伯克地人準備 開始要來量產工兵喔 繼續出奴兵的部分 看來這把是沒有要來打長工兵了 扶了一點工兵生產效率喔 也是很快速的 雖然之前有被nerf了一點點 想要變成10%的加成 但產生的工兵速度還是挺有效率的 好 那普根地這邊是決定要轉充車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繼續打 好 右邊直接圍死 想把後方的地方全部圍好 好 這裡有一台衝車 不知道在幹嘛 是故意往前送的嗎 看起來有點像喔 OK 上方23隻的 重裝騎士 要直接殺入不列甸的領地了 這一波記得要分散兵喔 右邊左邊 下方右邊 四處跑 不然就直接爆TC OK 直接爆TC的選項也是OK的 這一波爆TC好像可以了 來得及爆得了喔 因為城市中心打 騎士的傷害很低喔 這樣爆TC打其實很快 OK 這一波終於有傷到不列甸的感覺了 不列甸這一波重裝騎士進來 有點招架不太住 奴兵的部分也是一直被砍倒 左邊有大量的奴兵回救 正面部分衝車開始偷偷攻擊正面 這邊趕快拉村民去扁 後面的騎士居然沒有跟上 沒有辦法掩護衝車 這個衝車可能會被解掉之後騎士才來 後方的重裝騎士 現在遇到大量的弓兵過來營救 沒有辦法再去攻擊城鎮中心了 往右邊走 右邊還有一個正在蓋的 正面的衝車部分 有一台往後拉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在攻擊村民 這一波村民下降的幅度非常快 不列甸村民直接被反超 不列甸村民處現在是111村 對上不列甸104村 村民差距約為6村左右 不列甸這首點一下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補下了強姆跟化學 來增加一下弓兵的傷害力 OK 升到強姆了 還有化學 哇 但這邊村民死得非常多啊 這一坨重裝騎士中 我們幹到大事 擊殺到了大概40幾村 現在是37 剛剛是有顯示41 不列甸這邊損失慘重 反而村民處非常的優勢 現在被博文帝反超了回去 但博文帝人這時候 還沒有點下帝王時代 所以現在時代差距約為3分鐘左右 那這一波騎士 可能要再繼續往前送了 不能再讓不列甸 衝到自己家裡了 不然就山洞城堡去爭取時間了 那不列甸這邊要趕快產生 聚齊投石機 趕快往前壓 讓對方壓力 不然這邊讓對方過得太舒服 待會遊俠出來就不太好打了 但還好不列甸這邊 居然有自動要轉槍兵路線 趕快把槍兵升級起來 才是不列甸的核心的防守力量 主力當然還是攻兵 但奴兵的部分 他還沒有點下義勇騎兵 射程的部分 最終會比長弓短移射程 這邊長弓的數量很多 58隻 超巨量長弓 但是後方重裝騎士 又抓到了機會 又去爆了一隻城鎮東西 直接把裡面的村民給打噴了出來 這一波不列甸 村民損失又非常的嚴重 哇這一波有來有往 不列甸 步兵這時候才升級二級的步兵鎧甲 步兵數量其實也不太多 現在要抵抗這些重裝騎士很困難 但怎麼打完了一個TC就往後走了呢 若是我就想要繼續往前升入了 繼續連環抱下去 反正我知道他主力在這裡 要逼他回救 就是主要的一個 核心 目標核心 但是不列甸人 並沒有要回救的意思 那伯恩帝這邊也意識到了 他的主力還在前方 那這時候伯恩帝也點下銀罐 伯恩帝葡萄園 待會就可以在農田裡面 產生黃金 那這邊升到地龍時代 可以馬上升級遊俠 像這個資源量可以點遊俠 不知道要不要點一下遊俠呢 好 好 遊俠趕快去往前升入 但右邊遇到大 池牆只能退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三級馬還補下 正面的城堡 努力在修理當中 再爭取一點時間 讓遊俠的傷害 發揮最大死 但是槍兵已經看到升級好擊兵了 這邊擊兵數量還不是很多 11隻 正面的強武這 並沒有 棄手正面 不過第一這邊木頭還是有點爆 爆量木頭 趕快要把這個木頭 轉成農田 重裝騎士上前跟騎兵 直接互相應戰 但是果然擋不住 重裝騎士的傷害 這時候不練點下了戰狼科技 這個老頭是不是走過頭 國安帝應該是有看到 真的沒看到嗎 好 遊俠還有30秒才會升級好 正面的常攻大軍 60隻強奴 但博客地人這邊的遊俠數量 面臨到了 也是蠻誇張的數量 誇到40隻的遊俠 60隻強奴對上40隻的遊俠 誰輸誰贏呢 看這個遊俠 真的比較可惜 160滴血 攻擊力的部分 博文帝居然還沒有升級好 正面的城堡 應該是要被拿下了 城堡修理不回來 這邊石頭不能挖 正面黃金可能會有點危險 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博文帝沒有想要 積極打正面 想要多現進攻 好 博文帝再次把自己的城堡 往外衝了出去 然後再利用自己強奴 開始往前 進攻對方的領地 好 這一波遊俠衝進來 砍個一波 博文帝不知道會不會發現 有 收村 後方村民要趕快 逃進去城堡裡面 或是城堡中心裡 好 看到這邊 獸村非常快速 遊俠直接往下跑 想要繼續騷擾更多的領地 正面的強奴直接 原地開射 一出來的清騎兵 直接被秒殺 哇 黃文帝這邊 攻擊力一直不點啊 在升工兵鎧甲 想要轉出戰毛兵 好 這邊大量的遊俠 直接開拆 農田處的村民 不列店村民處 只剩下108村了 但槍奴數量 這一坨還是很多 這要擠到不太容易 上方農田有發現 這邊趕快按了幾隻肉碼 直接來騷擾上方的村民 好 下方的槍兵數量越來越多 趕快繼續集火進攻 遊俠的數量 那遊俠也是第一時間反擊 這邊槍兵倒地速度非常快速 老頭也過來招想一下 找到了一隻遊俠 正面強奴繼續開射 左邊承認中心已經被打爆了 這時候不列店點下了 護兵的 不是啊 騎兵的鎧甲 這邊點騎兵鎧甲 可能是要用這個肉碼 開始去燒了 博文帝後方大量的這個 戰毛兵 還有後方這個農田 博文帝這邊轉戰毛 能夠有效打擊這些 這些毛奴兵回去嗎 這其實有點疑惑的 覺得有點困難 可能用大量遊俠去 假的會更好一點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坨 奴兵 能不能用大量戰毛回去 目前戰毛數量也沒到非常多 只有20隻的數量而已 後方的遊俠繼續騷擾 不列店家裡 後方村民處只剩下100村而已 好 這邊戰毛直接反制回去 但是由於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戰毛兵抵抗效果並不是很優秀 反而是原地開設的強奴 只損射7隻強奴 就把20隻的戰毛給打爆了 這就是有時候原地戰A 奴兵反而比較厲害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如果一直走A的話 他只會射同一隻 但是原地戰A的話 其他的工兵 就會互相射不同的單位 擊殺對方的戰毛兵 就會相當快速 OK 不列店這邊 家裡雖然爆炸 但是正面快要拆進去 魔紋地人拉了非常多的遊俠回救 希望可以一波包掉不列店的正面部隊 這裡要趕快按下更多的房子喔 好 正面部隊有76隻強奴 12隻的槍兵 遊俠這邊有點猶豫 每一秒的猶豫 都是一直遊俠的性命阿 不能再猶豫了指揮官 遊俠要上就上 不然就別上 兩種選擇阿 你看這邊地上有67隻的遊俠的屍體阿 好 現在遊俠只剩下21隻 開始往前衝鋒 後方的戰毛兵也開始往前 但是槍兵開始做一個拉打的動作 正面的槍兵也是努力抵抗遊俠 遊俠的數量只剩下少量的10隻左右了 好 但是正面的槍兵部分只剩下41隻 這一波遊俠衝鋒打的傷害還是非常的高 哇 這一波遊俠已經重創了 捕獵甸的強奴陣 強奴直接剩下26隻 但是遊俠也只剩下1隻了 這一波打擊遊俠打的還算不錯 但後續還有更多的遊俠嗎 再按到一隻小弓 這時候突然伯根蒂打出了GG 哇 伯根蒂出了120隻的遊俠 但卻還是抵不過 這個出了171隻的強奴捕獵甸 這波後期大戰喔 這個伯根蒂人喔 在初起的時候有點猶豫了 看這邊1 2 3 4 5 6 7 大概5 6隻吧 都死在這個正面 要衝鋒不衝鋒的一個 決策下 讓他損失非常大量的這個遊俠的部分 如果遊俠可以保留下來 再進行更好的一個包抄 然後後續再補一下更多戰盲兵往前 說不定還可以抵抗的下來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的話是由伯根蒂這邊拿下黃金的勝利 石頭部分則是贏了快要3000喔 食物的部分則是素額 欸 伯根蒂是贏了2000 伯根蒂木頭是贏了大概300左右 經濟來說喔 兩邊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但主要是不列電後方後期喔 被騷擾的太慘 後面經濟有點慘 但KD值的部分喔 真的是 伯根蒂這邊比較好 畢竟他的單位都是這個遊俠單位喔 比較高單價的喔 反正就是KD值會更好一點 而且後面剛剛有抓到很多村民喔 所以這個KD是1.39是很OK的 但這部列電腦蠻矛盾喔 明明只有0.72的KD值 卻拿下了比賽勝利喔 所以有時候KD不是重點喔 重點是要怎麼打贏戰爭喔 才是重點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